各位先生 各位领事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参加我们网路上的分享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痛苦的人有盼望 痛苦的人有盼望 我所用的圣经解释 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我自己非常喜欢 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因为他讲到一个主耶稣 到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 他去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人 其实我们如果读过 整个的马可福音第五章 我们会发现整个的耶稣 大概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危险 一个起风暴的加利利海 然后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 他只医治这个人 他只医治这个人 格拉森的人 格拉森的一个被鬼附找的人 然后耶稣就离开了 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一段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时代里面 很少人是被鬼附的 我们也不要把神经把一些神经有问题 精神有问题的人单位是被鬼附的 精神有问题的人跟被鬼附的 那个是两回事 那个是两回事 精神有问题的 你可以从脑神经里面看得出 他的一些的症状 被鬼附的基本上 他对于仇敌 这个仇敌的力量在他身上 使他对于上帝有高度的怀恨 有高度的咒诅 不太一样 其实在这里 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相信耶稣不是在这边 在告诉我们 是他来这边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人 而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耶稣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看来 教导我们 其实很多人的痛苦 在这个经在这段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而这个痛苦呢 是用一个极端的例子 被鬼附的 等于他是被辖制 被一个邪灵给辖制 但是有些人是被痛苦给辖制 被情绪给辖制 被他的心灵的看不清楚给辖制 那这边来给我们做一个例子 来我来分享这一段 这时候马可回音的第五章 他们来到海边 有个格拉圣人的地方 那很显然这个是一个 不是以色列人在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 就有一个被鬼附找人 从魂影里面出来迎接着他 哇这给我们一个痛苦的人 是有盼望的 为什么 很多人一看到主耶稣 一听到这个基督教 一听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 他就离开 这个不过是信耶稣的 但是这边告诉我们 痛苦的人 可能自己进前来 痛苦的人 反而自己进前来 所以你可以说他是被污鬼附找的 但是有些人不是 有很多人不是被污鬼附找 他是被一个情绪给掌控 或者是被一个怀恨给掌控 或者对一个冤枉给掌控 当然非常有意思 他们好像都活在浑墓里 虽然是活的 但是好像是死了一样 有些人真的是 生不如死 他是活在这个浑墓的里面 然后这告诉我们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他本身是迎着耶稣而前来 这个人常常住在浑墓里面 没有人能够制服他 没有人可以捆住他 然后用铁链也不行 有人用脚疗也不行 用铁链围着他也不行 都被他给争断了 脚疗也被他给弄碎了 有些人的痛苦 不是人用他的方式 可以叫他乖乖的停下来 有些人的难过 不是你用他的教导 甚至用人用他的药物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叫他安静下来 痛苦的人其实力量很大 可以把那个全部睁开 为什么呢 痛苦的人有希望 因为主耶稣会前来 人类如果用一个方法 用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 特别的一种教训 特别的一种公式 就可以让痛苦的人 可以安静下来 大概就不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了 为什么耶稣的拯救 必须钉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 难道耶稣不能说 这样就拯救了吗 难道耶稣说 我从天上显现 然后就拯救了吗 耶稣为什么要定死在十字架上 来拯救我们 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耶稣知道 我们其实会想出各种的方法 会想出各种的方式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证明两点 第一个 我们的罪实在是有够沉重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拯救自己 第二个 很重要的 人如果有一个方式 可以拯救自己的话 耶稣就不用定十字架的方式来拯救人了 给个天使吧 给个能力吧 给个什么充满吧 给个什么情绪吧 都没有任何的方式 就愿意向手烤脚料 都不行 都不行 哇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 太古怪了 是 门恩的人一般都 非常非常的古怪 可见我们是活在多么痛苦的当中 然后呢 这个人呢 他昼夜 藏在魂营里面 和山中喊叫 用石头砍自己 哇 他虽然能够挣脱 别人没法制服他 那他自己也不能制服自己 他用石头砍自己 他用喊叫的方式 希望能够发泄他的痛苦 但是痛苦 其实没有办法 用喊叫来发泄 痛苦的人会用喊叫来发泄 但是喊叫 不会医治他的痛苦 不会减轻他的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信主的人 痛苦的人有希望 主耶稣的拯救会临到 然后呢 就非常有意思了 OK 他奄奄的看见耶稣 就跑过去拜他 你看 再来一遍 又再说一遍 又再说一遍 哇 一般人 静静的看见耶稣也溜走 或是离开了 但是痛苦的人 远远的看见耶稣 就跑过来 哇 真的很棒 就跑过来 跑过来呢 就敬拜耶稣 敬拜耶稣 他大声呼叫说 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 这多么的有意思 你看到痛苦的人 会从远远的跑过来 来敬拜耶稣 但是痛苦的人心中又有另外一个力量 说主啊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哇你如果那么棒 我为什么会落外这样的光景中 你如果有那样的大能 那我为什么会用石头砍自己 会用石头砍自己 我自己在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 真的是用石头在砍自己 我不是用有形的石头 但是有时候你会用 类似的 然后呢 喊叫那是很平常的 哇 你一后面想来 依靠耶稣 一后面又有一个力量 要再说 想说 请你 请你 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主耶稣跟我们有相干 主耶稣跟我们有关系 痛苦的人 我们要知道 我们跟主耶稣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指的上帝 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哇 不要叫我受苦 我分享这一段的原因 就是有个晚上 有个晚上 我可能在睡觉 我就想到这个申请节 求主 不要叫我受苦 哇 我不是说我要过个美好的日子 而是痛苦是不是有个极限 痛苦是不是有个限制 痛苦是不是有一个到此为止 的一个 好像是我们 开高速公路 开到某个地方 就说高速公路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山路 走到一个地方 山路就到此为止 然后呢 有没有一个就说 主啊你到此为止 求你不要再叫我再往下受苦了 那主耶稣怎么医治他 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哇他用这么长的 这么长的篇幅 只有讲一个人 主耶稣跟一个人的故事 哇这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主耶稣告诉我们 告诉他说 主耶稣可以帮助你 让这个污鬼 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吧 可见痛苦并不是永远在我们身上 还是可以出去 还是可以出去 我们痛苦的力量太大的时候 有时候我说 哇我们都是被这个力量给抓到 使我们自我伤害 使我们大声的喊叫 用石头打自己 但是 痛苦的人有希望 因为耶稣说 你从这个挟制的力量 从你的身上出去吧 我相信我们一个人的信主 是上帝的力量 赶走我们身上的挟制 我们从痛苦里面得平安 是上帝的力量 主耶稣救死时的力量 解开我们心中的捆绑 我们可能长年地 受一种观念所左右 一种愤怒给左右 但是能够痛苦的人得盼望 痛苦的人得医治 是上帝说 那个离开 那个离开 让上帝的力量进来 重新掌控你的 重新管理我们的人生 让上帝的力量进来 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 我要分享 最后的 做一个结论 第一 痛苦的人有盼望 因为我们的得救 不是靠人的力量 而是靠上帝的救赎 第二个 我们奄奄地看见耶稣 我们会过去 我们需要祂 我们需要祂 其实我们走过去 也没有走多远 其实耶稣已经走很远了 耶稣已经走很远了 耶稣已经走很远了 救进主 第三个 是主 能够让我们心里得安息 是主 可以让我们心里 可以得力量 是只有主 可以让我们心里得四方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 可能的途径 但是这边告诉我们 那个力量可以出去 叫我们不再受苦 叫我们不再受苦 哇 有时候真的是痛苦已经到极致了 求主让我们不要受苦 我相信 有这一段格拉僧人的记载 主耶稣知道我们的痛苦 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喊叫 主耶稣知道我们用石头打自己 主耶稣知道 我们何等的有力量 在挣脱所有的捆绑跟控制 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问题是回到主的前面 让痛苦的人有希望 因为是你自己 让我们前男得四方 亲爱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有天晚上 我从睡中起来 就想到这个圣经节 这个圣经节成为我一个祷告 求主不要再叫我再受苦 因为我的受苦 真的是已经有限 求主叫我不要再受苦 反而是这个是一个 格拉僧的一个痛苦人 讲出来的一个呼喊 讲出来的一个祷告 主啊 需要你的力量 使我们得四方 需要你自己的释放 使我们能够脱离 那个情绪的捆绑 希望你的一个开启 让我们看见 我们以为已经是没有希望的旷野 还能够重新长出美丽的小花 让我们可以重新可以看到 在人生的尽头的那一边 依然有一个是属主的空间 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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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重新再来开启 因此我们这些痛苦的人 愿意奔跑在主的面前 来说主啊 你自己知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 或者是你不是已经跑到哪里去 但是主啊 你说出去吧 出去吧 出去吧 谢谢主 在一生里面 也许我们能够体会的 不是我们的得胜 而是体会主给我们的怜悯 也许在我们的一生里面 不是体会我们的成功 而是主能够体会 一个难过的人 痛苦的人 心里的感受 心里的呼喊 也许我们一生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夸慎 不是我能够为主做什么 而是主为我做什么 谢谢主 仰望主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